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条金蛮鱼 寺院就顺着涌出泉水的地方挖了一口井 寺院里有一千多位僧人 靠着这口井全都活了下来 当时还有一位姓张的夫人 女儿死后 梦见女儿变成了一条蛇 张氏醒来之后 在女儿的棺材下面发现一条蛇 于是将这条蛇捉了 送到静祠寺 请宗本法师为她说法 过了不久 见到有一只黑色的蝉停在了棺材上 而原来的蛇消失不见了 这位母亲在心中 如果你是我的女儿 就飞到笼子里 我再去请宗本法师为你说法 话音刚落 果然和她住导的一样 黑色的蝉自己飞到了笼子里 宗本法师再次为她说法 当天夜里 张氏的女儿托梦说 头生为蛇和头生为蝉 是我的夜暴 现在 我已经从两种暴身解脱了 母亲于是问她 生死轮回这件事 我现在相信确实是有的 我要怎样才能免除轮回之苦呢 她的女儿回答道 六到四升的众生 就像井上的鹿鹿一样 轮转不停 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只有修习出世肩法 才能得到解脱 你为何不去请教 静慈寺的住持和尚呢 宗本法师 教化众生的感应 大多都是这样熟生 后来 宗本法师 奉赵去开封 主持惠林寺 皇帝召她进宫 请教佛法 问对之间 皇帝法喜充满 四号 袁赵禅寺 宗本法师 私下里 一直在修行净土法门 当时 雷锋寺 曾经神游极乐世界 看到了一座 殊胜华丽的宫殿 有人告诉她 这是给静慈寺寺宗本法师的 只等她过来了 又有一位姿福寺的西宫 到惠林寺去顶礼宗本法师 又供养金子 然后才离开 有人问她 为什么这样做 西宫说 我在钉中 看到一朵金色的莲花 有人告诉我 这是在等待惠林寺的宫本法师 除了这朵金色莲花 另外还有莲花无数 说是在等待那些被她度化的人 还有一些枯萎的莲花 是给那些退心懈怠的人 宗本法师 晚年住在苏州的陵延寺 北宋哲宗圆福年间 即1098至1100年 将要往生之前 法师沐浴更衣 然后躺下准备往生 帝子 帝子们围在她身边 请她留一手剂子 法师意味深长地看着帝子们说 愚痴的孩子们 我平常尚且懒得做剂子 今天做什么剂子 平时习惯躺着就躺着 今天又何必特地做着往生呢 法师要来了纸笔交代后事 交给了弟子守荣法师 写完之后 丢下笔就往生了 看上去像睡着了一样 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秀祝福山野 秀祝福山野 回宵无上觉 羊起苍暴里 鸣寻耳家乎 令我几钟声 同生几个多 优优独播放